你知道悟空在自在极异之后的形态吗 第一阶段是 借助萨拉玛的龙族气息 达到赛亚人的极限力量 接下来是借助拳王的宇宙气息 达到自在极异的极限 最后就是 融合了拳王的宇宙气息 和龙神萨拉玛的龙族气息 再次突破极限 达到至高形态 悟空决定用这个形态跟拳王开战 阻止他献祭宇宙 拳王看着悟空 眼中也闪耀着兴奋 他能感觉得出 悟空这个形态 实力深不可测 不过拳王还是决定 测试一下悟空的实力 很快 拳王召回自己的护卫 护卫问拳王 为什么召集他们回来 他们还要守护那个六个宇宙 保证他们 不被宇宙树吸收掉 但当他们注意到 悟空身上的气息后 他们明白了拳王的用意 只是他们担心 如果自己与悟空开战 那股力量 宇宙能否承受的了 拳王让他们放心 他们可以在他创造的 新宇宙里开战 在那里开战 影响不到这里 很快 其中一个拳王护卫 就在新宇宙里 与至高悟空开战了 拳王护卫速度快到极致 一秒钟内 就对着悟空挥出上万拳 见到熟悉的攻击方式 悟空想起了当初 自己在拳王护卫手下 连十秒钟都坚持不到 可如今再次面对他们的攻击 悟空轻松闪避 眼见自己的伙伴 无法拿下悟空 另一个拳王护卫站不住了 他慢慢漂浮起来 找到空隙 直接偷袭悟空 全力一击 将悟空重重地击落地面 地面崩碎 狂颤不止 不等悟空起身 两个拳王护卫 使出合击大招 一道光线射去 携带着无尽的破坏之力 朝着悟空灌杀而下 下一秒 一道爆裂的声响响彻四方 随着烟雾散去 悟空毫发无损 拳王护卫难以置信地 看着这一切 就在拳王护卫再次准备出手的时候 拳王阻止了他们 拳王知道 是时候该自己出手了 下一秒 拳王拿出全部实力 变身为战斗形态 两人凭空相望 仅仅是双方的气息碰撞 就使得空间乍响 杭博的气息波动 向着四周扩散 在这股压力下 背吉塔觉得 身上压力倍增 就在悟空准备出手的时候 拳王却主动认输了 听到这话 悟空和背吉塔都梦了 拳王告诉他们 刚刚自己用气息 跟悟空对拼了一下 他能感觉得出 悟空的实力 已经不在自己之下了 如果切磋 或许自己能跟悟空打个平手 如果是生死之战 自己一定会死在孙悟空手里 悟空难以置信地看着拳王 他是因为怕死才投降吗 连他都怕死 那他就没有考虑过 宇宙亿万生灵的生命吗 这时背吉塔呼喊悟空 拳王这一定是在拖延 他是想要等待宇宙术成熟 悟空觉得背吉塔的话有道理 于是他身上的杀意慢慢浮现出来 这时拳王护卫再次出现 他怒斥悟空 不要得寸进尺了 拳王大人一直都在为宇宙 亿万生灵谋划 他甚至要为了宇宙 牺牲掉所有的神明 闻言 悟空迟疑了一下 他问拳王护卫这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拳王护卫告诉悟空 这个新宇宙 就是拳王大人 对付古神的最后手段 也是拳王大人为了古神 耗费了数万年时间创造的 将这个新造宇宙 连接到万物封印里 然后献祭献存的 所有神明的神之力 包括拳王 拳王护卫 大神观 所有天使 将这个宇宙 变成一个真实的未来平行宇宙 也就是说 古神破除封印之后 他们会出现在一个 没有任何生灵的平行宇宙中 而且这个宇宙 是亿万年之后的平行宇宙 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buff下 拳王相信古神再强 也找不回来了 悟空此刻开始相信拳王了 因为在他记忆中的宇宙里 就连拳王都无法超越时间 以至于出现了两个拳王 这时 互卫继续诉说 大神观和自己 一直不同意拳王的计划 他们可以为了宇宙牺牲自己 但是拳王不可以 没有了拳王的宇宙 就相当于没有了牙齿的老虎 就算没有了古神威胁 以后说不定还会有更大的威胁 而现存的神明之中 除了拳王 再也没有哪个有能力守护宇宙了 悟空迟疑了一下 他默默地开口 萨拉玛大人 实力不在拳王之下 拳王护卫告诉悟空 萨拉玛大人虽然有这个实力 可是他没有拳王这样的手段 要不然他当初也不会主动要求 拳王封印自己和龙族了 此时拳王发声 他让护卫不要乱说话 萨拉玛和他的龙族 为了宇宙牺牲了许多 当初在第一次发现 天使与古神私通的时候 萨拉玛为了稳定古神封印 就自愿封印龙之界入口 让龙族永生永世 在龙之界里守护封印 当时有许多龙族都不愿意 为了不让自己的族人含心 不让龙族反抗 萨拉玛更是身先士卒 带头被拳王封印在超级龙珠内 这才稳定了所有龙族之心 除此之外 萨拉玛还派出龙族之内的智者 在宇宙里传播真善美 并散播龙族能够实现愿望的消息 就是为了给予世人希望 让大家有奋斗的目标 大力发展宇宙等级 在龙珠第一步内 天神也给小悟空说过 自己制造龙珠也是这个目的 只不过后来地球人的行为让他失望 所以在比克大魔王消灭神龙之后 天神才选择不复活神龙 最后还是在小悟空的恳求下 天神才复活了神龙 而对于萨拉玛也是一样 他本以为有了超级龙珠 有了拳王的领导 宇宙的文明等级会迅速发展 没想到宇宙文明等级居然陷入了停滞 萨拉玛开始对拳王的领导不满意了 只是超级龙珠是他亲自创造 而且他是自愿被拳王封印的 以至于他虽然不满拳王的领导 却也一直无法出来 直到遇到了孙悟空和励志大会 超级龙珠才再次出事 才给了萨拉玛突破封印的机会 至于拳王为什么不愿意释放萨拉玛 是因为他不想萨拉玛和他的龙族 再淌这趟浑水 毕竟他们已经为宇宙牺牲的够多了 另外就是他知道 虽然萨拉玛生自己的气 斥责自己没有领导好多元宇宙 可拳王知道 萨拉玛出来了 一定会阻止自己的 果不其然 在萨拉玛出事之后 他就打算直接打负拳王 然后接管宇宙 可惜一场恶战后 他发现自己奈何不了拳王 所以才会选择潜伏下来 然后筹集力量推翻拳王 封印拳王 由自己领导宇宙 发展宇宙等级 他这么做 才不是为了做什么新拳王 而是为了拯救拳王 拯救宇宙 他也不希望拳王牺牲自己 而拳王对孙悟空和贝极塔 他们做的一切 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孙悟空等人的潜力 他已深入局 让自己充当反派 想要激发出孙悟空等人的力量 看看能不能筹集到足够的力量 一次性解决古神 这个过程 也许会对宇宙有所损伤 但是这样可以一劳永逸 毕竟为了封印古神 破坏神必须不断地破坏星球 压榨生灵 这样虽然能稳定封印 但是生灵却会过得很辛苦 拳王希望所有宇宙 都不再需要神明的管辖 让生灵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 听完之后 悟空久久无言 他问拳王 难道就这么相信自己吗 如果自己不能达到他的要求 那放古神出来 不就彻底完蛋了吗 拳王微微一笑 孙悟空 你不是我的第一次尝试 如果这次没有成功 你也不会是我的最后一次尝试 听到这 悟空明白 拳王骗了所有人 他说什么要放出古神 根本就是在造势 就算自己达不到要求 他也不会真的放古神出来 拳王却摇了摇头 孙悟空 我没有骗你们 按照现在宇宙的情况 宇宙文明等级停滞 再过不久 古神就真的要回归了 也许在你们看来 百万年很长 可是在神明看来 百万年很短 所以说 我真的对你抱了很大的期望 只是就算你失败了 我也不会放弃 只要有一线机会 我一定要彻底消灭古神 在拳王说完这些之后 萨拉玛也出现在这里 他斥责拳王 真的藏得深呢 自己还以为 拳王真的昏了头呢 自不量力 一个人去挑战古神呢 说到这 拳王还要感谢卡拉呢 如果没有他背叛萨拉玛 动用了宇宙种子 那么为了激发悟空的潜力 自己就会做那个反派 现在与悟空生死战的人 应该是自己 现在化为尘埃的人 恐怕也会是自己了 听到卡拉 萨拉玛叹了口气 他告诉大家 卡拉虽然背叛了自己 但他没有背叛龙族 他真正的目的 不是大长老的位置 而是为了所有龙族 在这次解封之后 见到拳王宇宙的堕落 所有龙族都觉得 拳王宇宙 对不起自己龙族的付出 拳王等一干神明 都是多元宇宙的罪人 龙族纷纷想要推翻拳王 让大长老接管宇宙 可萨拉玛却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那时候卡拉心里 就对萨拉玛 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他们龙族可以为了宇宙 为了亿万生灵牺牲自己 可不能为了拳王 这样的废物领导牺牲自己 他觉得萨拉玛老了 在他的带领下 龙族只会白白牺牲 所以他想做的 就是成为多元宇宙第一人 打败萨拉玛 打败拳王 打败古神 让龙族重新站到宇宙舞台之前 让宇宙亿万生灵知道 多元宇宙真正的守护者 是他们龙族 宇宙亿万生灵 都应该尊崇 他们龙族 有了这样偏激的思想 才给了朱古利 他们可乘之机 才会被古神的宇宙种子所蛊惑 说完这些后 萨拉玛觉得自己对不起卡拉 也对不起所有龙族 随后他转头看向悟空 孙悟空 现在你知道 部位说的对吧 除了拳王 宇宙中再也没有人 能够真正守护宇宙 自己一直想的是稳定蜂蜜 为了这个 他愿意付出一切 可他从来没敢想过 要彻底消灭这个威胁 因为他觉得 这是完全做不到的 这就是 他跟拳王的差距 说完这些后 萨拉玛问拳王 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悟空看着这一幕 他明白 萨拉玛又重新归入拳王阵营了 接下来 他们唯一的敌人 就是古神了 只要解决了古神 宇宙就真的和平了 拳王告诉大家 孙悟空已经正能了 凡人可以拥有 超越神明的力量 接下来就是让贝吉塔 孙悟范 拉蒂斯 拿帕 李克 吉连等超级战士 都抓紧领悟这股力量 等到万事俱备 在拳王脑海中显现 好了 那么悟空他们 与古神的战斗会怎么样呢 订阅壮壮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